哈喽大家好我是志宇哥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日式的烧烤热狗 我们这次的热狗是在它移动摊位上吃的 可能因为疫情吧 所以它们会出来摆摊 那正好在外面吃了 我们点了两个不同口味的热狗 想着可以交换吃 这样多吃几个味道 一个是辣的Spicy Mayo 另外一个是Noriyaki 看上去带着紫菜应该会很鲜 我悄悄的在旁边偷拍 它们看一下怎么做的 其实制作方法好像看着并不难 面包的话就是烤一下 把外皮烤酥脆一点 然后香肠加热一下 在烤面包的时候 我看到它还放了一些神秘的白色蔬菜 估计是增加一些爽脆的口感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这家店好像也有点网红店的意思 它们除了这种流动摊位 还有实体店 里面有卖拉面啊这些的 不知道味道如何 这次就没机会尝了 那这个就是它们的地址 而且它们好像货过很多奖 美食节的奖啊 这些得了很多 烧烤加热完毕 开始加酱 首先是我朋友的Noriyaki 先加了照烧汁 然后往我的mail里面加 Minutes 也就是一种蛋黄酱 然后又加了面包碎 接着又加了一次蛋黄酱 这次两个热狗都加了 之后给Noriyaki加了紫菜片和芝麻 洗手准备开吃 正准备开吃的热情的烧烤小哥 叫我拍个宣传照 他们好放在Instagram上 那我只能记性跳了一段breaking 好终于可以开吃了 我先把我朋友的拿过来尝了一下 因为我们一人一半吧 它的Noriyaki热狗 最强烈的味道就是这个照烧汁 甜中带咸 同时这个紫菜片 额外附带了一些来自大海的鲜味 芝麻也香香的 味道还不错哦 而且紫菜咬上去也带一点酥脆 面包的外皮也被烤得脆脆的 味道加口感 感觉都非常不错 一起咬下去 满口的香香脆脆 对了 它这个热狗里面的香肠 主要是猪肉做的 好吃 接着就是我自己买的这个spicy mayo热狗 价格竟然要11块 让我有点心痛 我这个里面的香肠是鸡肉的 主要酱料是蛋黄酱 甜甜的 然后还有一些sriracha辣酱 甜中带辣 和它的稍微有点区别 我们咬上一口试一下 哇 我感觉我这个好吃多了 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辣嘛 这个甜甜的带一些辣味 确实很不错 而且我这个是因为是面包糠嘛 我这个比它也更酥脆 口感也更加丰富 反正我这个贵好像确实有贵的道理啊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瞬间吃完 我们来总结一下吧 味道是都不错的 尤其是我喜欢我点的这个spicy mayo的口味 首先蛋黄这样的甜味 不会太甜 甜到厚人那种 然后sriracha的辣酱 本身也是一种味道很丰富的辣酱 有甜辣酸的综合味道 再加上这个面包碎和烤过的外面面包 口感就很棒 就是价格稍微贵了一点 而且量不是很大 我这个饭量我估计吃两个才能吃饱 不划算 只能尝个鲜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他们应试上面看一下 他们每次摆餐的地点和时间都有 或者也可以联系一下他们实体店开门了没有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你感兴趣的美食 我可以帮你们去试一下 哈哈 谢谢大家